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一磅两个的蕃茄 都挺大的,洗净之后把它切开 还有两条西芹,把它斜斜地切,不要切得太厚 两个小薯,12盎司,滚刀刺 我用了4盎司的新鲜白蘑菇 冲一冲水用厨房纸塑一塑水分,切开一片片 要怕旧姜,还有一杯腰果 这里所有食材,我想在海外观众 任何西人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买不到生腰果,可以用即食灌装的腰果代替 还准备一些热水 加油,轻热锅后用中大火 爆一爆旧姜 然后加腰果 炒一分钟 再轻轻加少许油 爆下新鲜蘑菇 炒一分钟,让蘑菇软身和出味 再加上西鲜蘑菇 再加上西鲜蘑菇 和蕃茄 炒一分钟 再加上西鲜蘑菇 再加上西鲜蘑菇 蒸湯 再加上西鲜蘑菇 再加些蚤果 再加热水 一会加上西鲜蘑菇 蓋上鍋蓋後用大火滾起 滾起了轉中小火煮一小時 我現在先放薯仔下去 不想煲得它溶完 你可以早點放下去 煲久一點也沒問題 加一點胡椒粉下去煲香香的 蓋上鍋蓋後用大火直至滾起 滾起了之後就可以轉中小火 煮多30分鐘 我們來看看湯 顏色多濃郁 你喜歡的還可以加些紅蘿蔔和粟米 我沒加那麼多了 這裡的食材已經夠了味 試味之後可以加些鹽 喜歡的可以加一些山抽 可以提升的味道 先嘗嘗薯仔 煮了半個小時就好像現在這樣夾得開 喜歡好軟好軟的可以早點加進去煲 我這個雖然是素湯 但是蘑菇和腰果爆割之後 煲出來的湯香味濃郁 今次的分享是這裡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